为满足初恋的临终心愿 老婆特意联系了一家私密整形医院 想要修复纯真 我警告老婆 一旦出轨必然离婚 结果她却指责我没有同情心 甚至还说 人工的你也在意 别小提大做行不行 她都要死了 你计较这些干什么 但老婆不知道 她的初恋曾是我们医院性病课的病患 整形医院门前 老婆苦口婆心地劝说 要大度 冯家园可是你的好兄弟 如今患了癌症 你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老婆拿着一张整形的宣传单 翻来覆去地查看 最大的板块都给了修复纯真 一旁的销售很有眼力见地走过来 和我们介绍这项手术的好处 她说补完就和没经历过的女生 一模一样 能获得体感和精神上的双重快乐 但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我的老婆竟为了化癌的初恋 不惜修复纯真献给她 更何况是 为了她的面子 我没有把话说得直白难听 可是老婆脸色却骤然阴沉 不悦地说 不就是做个私密手术吗 李正安 我和你在一起都五年了 如今冯家园患上绝症 我只是去陪她一天 你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 况且 这只是人工做的 又不是天然的 别这么小气 人工 听见这句话 我的怒火中烧 谁好端端看着妻子出轨 还能坐怀不乱 五年感情 说散就散了 此刻 我的心悲痛欲绝 销售们 没听见我们的谈话 一致认为 是我不懂情趣 接连给了我好几个白眼 眼看着老婆 就要交钱做手术 我心意狠 面子也不要了 说道 今天你要是敢做手术 明天我们就离婚 没想到老婆 根本不吃这一套 反而怒道 别总拿离婚吓唬我 离婚就离婚 随后她跟着销售 交钱 体检 做手术 一气呵成 等她从手术室出来时 青春洋溢的模样 让我不禁多看了几眼 曾经的她可是学校里 出了名的笑话 容貌身材都是一等一的棒 就连婚后 老婆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容貌 甚至为了身材 和我说这一声 她立志要丁克 我对她言听计从 这种事情 更是由着她的性子来 但这次老婆却向着了魔 无论我说什么 都选择无事 见她开心的样子 我没有说什么 毕竟现在还没有出轨 也没有迈出那一步 只要她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一切都可以原谅 更何况相识相爱 十多年的感情很不容易 可老婆却完全不考虑我 在做完手术之后 微笑着朝我走了过来 打开手机页面 询问该买什么 我一瞥眼 上面搜索的都是情趣内衣 你和家远是兄弟 你觉得她喜欢哪个 这个镂空蕾丝的怎么样 柳如烟 你疯了是吗 我是你老公 我甚至有种冲动 想上去甩她两个巴掌 却硬生生被自己之前 立下不家暴的诺言 给忍了回去 然而老婆完全没懂我的意思 以为我在指其他的 还点点头说 对 你是我老公 也不是家园 怎么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呢 我还是都买了吧 万一都能用得到呢 老婆一脸娇羞的模样 仿佛补了魔之后 就真的和纯情少女一样 甚至还露出期待的表情 我转身推开门 回头说 出轨就离婚 柳如烟 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出门的那一刻 我听到了老婆不屑的声音 谁怕谁 每次你不都是要哄着我 别忘了当初是谁说什么 都听我的的确 和她求婚时 我许下诺言 要对她好一辈子 以她为主 但这并不包含 我能容忍自己的老婆 给自己戴绿帽子 这是原则性问题 和她摊开说明白之后 我就赶回了医院急诊科室 所有护士都围在一起 说着八卦 说有个姓冯的病人 得了梅毒 艾滋 另病 我仔细听了一下 没想到居然是冯家远 一想到老婆的事情 我下意识就想要 叮嘱告诉她真相 结果刚处理完急诊的事情 在收费处 就看见了老婆的踪影 旁边还站着 神采奕奕的冯家远 老婆看见是我 小跑过来 气喘吁吁地说 老公 我想给家远插得对 她今天心脏不舒服 你能不能加个专家号 我看了一眼冯家远 根本看不出生病的模样 便回绝了她 接着就想把冯家远 有性病的事情告诉她 没想到老婆直接打断我的话 怒气疼疼 李正安 亏你还是医生 救死扶伤懂不懂 非要她死在这 你们猜肯就是吗 我看你们医生 也不见得都是好人 这句话一出 把在场的医生护士 都得罪了一遍 谁都不想被道德绑架 可如果插队 就是对其他病患的不公平 场面尴尬至极 冯家远却先开口 如焉 我没事 咱们就不占名额了 实在不行 就直接叫120说完 她又狠狠咳嗽了几声 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老婆心痛坏了 紧紧抱住冯家远 指着我怒道 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 白眼狼 别忘了当初 你是怎么考上的医科大学 如果不是家远 放弃填报志愿 你以为你能考上医科大 做梦去吧 亏你还是她兄弟 真是良心喂了狗 结果老婆因为我不给冯家远 插队家号 整整一周都没回家 就连我打过去的电话 都被她无情挂断 我嘲笑自己 结婚五年最后 还是不如她们美好的初恋 直到结婚纪念日的前几天 刚下夜诊 就看见穿着性感睡衣的老婆 等在家门口 我以为她是回心转意 一个公主抱将她抱在怀里 卧室内还有迷人的熏香 甚至角落都还有她上次 给我看的很多情趣东西 我没顾及太多 直奔主题 而老婆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现在不行 你等过一段时间的把 表面上抗拒的老婆 手里仍旧摆弄一些小玩意 我随口问了句为什么 等到的却是她坦然的回答 过两天就是家园的生日 我现在手术都做好了 就等那天呢 今天回来就是想知道 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这一套 是这样的话 我就放心了 我怕她不满意 瞬间我感觉脑子炸开 原来老婆精心准备的所有东西 都是给另一个男人 自己只是个试验品 怒火蹭的一下窜了上来 我捏住老婆的肩膀说道 冯家园有性病 你知不知道 她之前在我们医院就诊过 结果她根本不信 还以为是我阻拦她的借口 怒吼道 李正安 你真卑鄙 居然还造谣说家园有性病 你以为我会信吗 当初我怎么就鬼迷心窍 和你结了婚 幸好我没生孩子 就你这样的人还配有孩子 如果孩子和你一样 出生我就掐死他 我被他气得浑身发抖 抬手就想扇他一巴掌 将他打醒 老婆睁圆了眼睛 眼神凌厉 你打啊 你这个家暴男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错 我是要和家远生 因为你就不配当个好爸爸 结婚的时候和我承诺不家暴 现在呢 你居然想打我 你就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还没等我说话 老婆挥手将摆放在床头的一对 幸福娃娃狠狠摔在地上 刚好这时 冯家远打来了电话 老婆的态度立马变得温和平静 连连答应他的请求 还说自己遇到了恶心的东西 要去焚香喜悦 出门时 瞥了一眼他带过来的东西 恶狠狠地和我说 东西你如果不需要就扔了 拿着我先脏了手 太恶心了 老婆走后不久 我将房间里有关于他的东西都扔了 应该是我觉得真脏才对 此时的我也终于明白 感情不是一味的付出 就能有回报 现在该醒悟了 四 连续上了三个夜班后 我累倒在办公室内 熟悉我的医生给老婆打去了电话 结果接电话的却是冯家远 李哥 不好意思 如言做手术呢 你有什么事 我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开口询问 什么手术 还没等到冯家远的回答 电话里就听到了医生的讲话 此次已经紧急促排六颗卵子 一周之内同房几率会大一点 原来 老婆却打了排卵针 瞬间全身的血液都朝着脑袋涌去 下意识看了眼手机 发现今天并不是老婆排卵的日子 接着回想起前几天她说过的话 她居然是在为怀孕做准备 我还在惊讶之时 电话那头换了人 是老婆接起电话 不耐烦地问 打电话干什么 我告诉你 道歉也没用 我不会原谅你 随即就挂断了 同事来探望我说 老婆正在三楼的妇科 还开玩笑地说 她为了怀孕可真努力 只有我知道 那是给我戴的绿帽子 等我挣扎起身 赶到妇科门诊的时候 老婆正和冯家远 肆意畅谈着未来 有孩子 有父母 有恩爱的两人 就是没有我这个 名义上的老公 忍不住脾气的我 冲上去就想替冯家远一脚 结果被老婆挡在面前拦住了 她吵我大吼 李正安 够了 家远都生病了 你还想要怎样 是不是她死了 你才能放过她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会这样对待 四年的兄弟情 我硬获道 没错 她就是生病了 还是性病了 你就不怕吗 老婆哼道 别以为你这样说 我就会害怕 而且家远 根本不会得那种病 她说 她从来都没有过第一次 我只相信她 三十几岁的人 说自己还是童子生 我甚至笑出了声 这比笑话还可笑 结果老婆宁愿 相信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相信她的老公 还口口声声说 就算是性病 我也愿意 我根本就不怕 柳如烟 等到真的有那一天 你后悔都来不及 呜 尽管我说了很多次 冯家远有性病 但柳如烟仍一意孤行 在结婚纪念日当天 赌气地和我说 冯家远一定比我厉害 我嘲讽道 金燕祖肯定厉害 结果她根本听不懂 我话中的阴阳怪气 只觉得我是在嫉妒 哼道 没错 你就羡慕去吧 这辈子你都没办法和她一样 任凭我怎么阻拦她 她依旧在冯家远生日的那天 将自己完完全全送给了对方 事后 冯家远像是炫耀一般 给我发来了他们的甜蜜视频 里面的老婆勾人心魄 和之前与我在一起时完全不同 如果不是能看见脸 我都想不到会是柳如烟 一气之下 我连夜找到律师 直接拟好了离婚协议 将所有家产都归自己所有 我要她净身出户 要她一无所有 收到离婚协议书的柳如烟 第一时间找到了我 狠狠地拍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人工的而已 你至于吗 你要是喜欢这种感觉 我再去补一个不就行了 你还真的要和我离婚 我低头看着体检报告 根本没心思搭理她 随口回到 太脏了 有了性病 就别出来害人了 也别害了孩子 柳如烟以为我说的是冯家远 不耐烦地说 我不是都说了 家远不可能有病 你为什么总是揪着这一件事不放 闹够了没有 我终于抬起头 将体检报告 递到她面前 在名字那一栏点了点 我说的不是冯家远 是你有了性病 太脏了 柳如烟眼神飘忽 带着质疑 还是看了眼名字 上面赫然写着柳如烟 她慌了 颤抖地问 怎么可能是我 不可能的 我怎么会有性病 你是不是拿错了报告 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警告你无数次 哪一次你听了 一切后果 你都应该自己承担 我站起身 将离婚协议书 也摆在上面 一起交给了她 签字吧 柳如烟 然而她就像疯了一样 三下两下 将体检报告 和离婚协议书 都撕成了碎片 还在不断念叨着 不会的 不可能的 扑通一声 跪在我面前 双手摸上我的腿 哽咽地说 对不起 老公 我以为 你在和我开玩笑 我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求求你 你不要和我离婚 好不好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柳如烟 完全没了高傲的 大小姐风度 不惜跪在地上 向我求饶 但是 我只觉得很可笑 曾经 我也是苦苦哀求着 她不要做这些事情 她却根本 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我笑了笑 回到 太脏了 我不要随后 拿起旁边的酒精喷雾 将整个屋子 进行全方位的消毒 柳如烟的脸都绿了 但还是没站起来 知道我说 你如果还不紧快预约 要可能都抢不到 她瞬间紧张起来 连滚带爬的出了诊室 转身就去了挂号处 预约到最近的全身体检号 紧接着我就收到了 律师清算家产的消息 里面基本上 都是我出资购买的房产 车产 柳如烟说 男人就是该承担 一切家庭的责任 我对这些也深信不疑 到手的工资全部上交 就连年终奖都会给她买包 作为惊喜礼物 结果她却因冯家远的心脏病 将我给她的钱多用于治病 甚至还转手卖了那些包 现在想想 那时的自己真是愚蠢 但幸好 如今清醒也不晚 是时候清理一下那些污秽了 七亿 柳如烟确诊性病之后 我开始着手要卖房子 结果房子刚挂到网上 她就找上了门 老公 不卖房子行不行 这可是我们的婚房 你舍得卖掉吗 她哭得梨花带雨 打量着周围 发现没有她的东西 哭得更厉害了 抽烟的说 我的东西呢 我放在这里的项链呢 那可是你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我哼了一声 原来她还记得 那是我送给她的礼物 一条蓝宝石项链 用了我半年工资 结果柳如烟说 不如冯家远送她的一条 纯阴锁链 颜色都有点发黑 都还在她脖子上戴着 连洗澡都不肯摘掉 然后就褪色了 廉价的银饰品 就像他们之间的感情 同样低级 你又不喜欢 被我扔了 留着干什么 脏了的东西我不需要 我特意在脏这个字 加重了语气 我也要让她尝尝 被嘲讽的滋味 没想到柳如烟像是发疯般 拼命扯着脖子上的项链 大吼着 那我就扔掉她 既然你看不惯 我也不需要 直到脖子上被勒出红痕 她也没放弃 眼眶都红润起来 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想要寻求我的原谅 她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 曾经只要她求饶 我就会原谅她 可是时日不同 无论她做什么 都只会让我感觉到恶心 和那条项链一样 既然有人不懂得欣赏 就让喜欢她的人去珍惜 物如此 人亦如此 不被珍惜 就该放手 曾经的我被爱迷惑 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成全柳如烟 只要她一句话 我就可以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 冒着风雪去给她买最喜欢吃的灌汤小笼包 甚至在流感肆虐的时期 要求我无防护照顾冯家远 丝毫不顾我已经病重 她只知道她的家远需要人照顾 如今也是只要家远的一句话 她仍然可以利用身边的所有人 柳如烟 以前的我总觉得给予你的爱不够 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是你贪心 贪得无厌的人不会有善报 爸 准备搬走的那天 我又不舍得仔细打量起这间屋子 到处都是我与柳如烟的痕迹 甚至只要看见物品 我都能想起来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破碎的幸福娃娃还在垃圾桶里 变成了一堆垃圾 等办完一切手续 再次回到医院时 冯家远就站在诊室门口 无防护地等着我 给我看了一张B抄单 上面写着柳如烟的名字 那一夜的荒唐 真的让她怀了孕 但是如今她的病 是真的会传染到胎儿 一旦生下来 也是会和她有着相同的疾病 对于胎儿来说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灾难 我还没说话 柳如烟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一把拽走我手中的B抄单 大喊道 我不会给你这个烂人生孩子 给我滚 以前的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是这样的人 真是社会的毒瘤 拜类 柳如烟说的这些话 让我想起曾经我们三个高考后的快乐时光 当时我们还是好朋友 冯家远的成绩最普通 却也想和我们报考同样的医科大学 结果没考上 被她添油加醋说成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 特意让了一个名额给我 要不然我根本考不上医科大 单纯的柳如烟也相信了她说的话 为此埋怨我很多年 说我不要忘恩负义 说我要记得冯家远的付出 可是 那明明是靠我自己考取来的大学 那都是我的功劳 就连冯家远患心脏病的时候 柳如烟都会以此借口 让我私下为她寻找新的心脏资源 李真安 家远为了让你当上医生 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如今她生病 你怎么对她不管不顾 她可是你的兄弟 难道你就看着她死吗 没想到七年的大学 就培养出你这样一个社会的毒瘤 拜类 柳如烟一说到这些 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我看过冯家远的病例 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 其实还是可以控制的 但柳如烟害怕 她说她怕失去冯家远 可是在我患病高烧时 她却从来没过来看我一眼 留给我的从来都是背影 和漠不关心的无视 我们俩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 柳如烟为了得到我的原谅 每天都会约我的号 只为看见我 然而每次看见她来 我都是对外面的患者说清楚 里面是性病患者 建议的人可以离远一点 我知道这种方式是不会传播疾病 但只要一想到她和冯家远 发生过的闹 我就莫名觉得恶心至极 恨不得她能理我越远越好 终于 在我说了很多次之后 她忍不住了 台谋问我 老公 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 是不是只要我没病 我们就能回到从前 我没回答 破镜都不能重圆 只要发生了就没办法无事 结果柳如烟像是懂了什么 点着头起身离开了诊室 没一会儿 外面的护士冲进来和我说 有人在卫生间里服药自杀 等我赶到时 柳如烟已经被人拉了起来 口中还是没 吃完的药药瓶散落一地 全部都是性病的阻断药 她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清除自己身上的痕迹 甚至我还在她的手机里 发现她又重新约了 补除女膜的手术 被人俯走的时候 还恋恋不舍地回头看向我 哭着说 对不起 总有一天我会得到你的原谅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的 对不对 自尊对于身患性病的柳如烟 是看得最重的东西 医生和护士得知她的病情之后 全部都是做好一层层的防护 才给她看病 导致她的精神崩溃 将病床上的东西 全人给值班的护士 而护士直接找到了我 想通过我劝说一下她 我刚进门 就听见柳如烟的啜气声 她看见是我 眼神一狠 从枕头下拿出了水果刀 老公 既然你不能原谅我 那我现在就去死 只有死了 你才能看我一眼是吗 我还没做出回应 门口的冯家远先开了口 你别做傻事 肚子里的孩子要紧 那可是你的轻生骨肉 一听到这里 柳如烟的情绪愈发激动 索性直接将对准脖子的水果刀指向了腹部 大声喊道 别想让我给你生孩子 我都是被你骗的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轻易相信你的话 你和她都应该罪该万死 都应该下地狱 瞬间 柳如烟的水果刀狠狠地刺入腹部 鲜血不断涌出 我冲上来 用棉被给她止血 却被她误以为我还在关心她 她笑着说 我的心里还是有她 医生没有看见病患不救的道理说完 一群护士赶了过来 我立马就退到了后面 由同事接手她的事情 还不忘记提醒一句 她是性病患者 被送进医库之前 柳如烟的眼神黯淡无光 像是终于放弃了 是 由于柳如烟冲动的行为 胎儿没保住 甚至就连她自己的身体都受到了损伤 需要在医院内静养一周 而这一周之内没有人来看望她 她想要找护工 都被以她有病的理由拒绝 没有人会愿意冒着风险 去照顾一个有传染病的人 无奈之下她只能找我 说我才是她的真爱 每次她说这些话 我都有种感觉像是在嘲讽 毕竟曾经的我 最喜欢把对她的爱挂在嘴边 慢慢的柳如烟就远离了我 天真的我以为 只要对她足够好 就能换来她的爱 结果却是早就被人当做了靶子 而冯家远就是造成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柳如烟出院后再也没找过我 我以为她已经想开了 却没想到 她居然被人绑架了 电话里 她忍着哭腔 向我求救 老公 快来救我 冯家远疯了 她在抽我的血 屋子里还有 我还没听见后面的话 电话就被挂断 但直觉告诉我 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即便我与柳如烟已经毫无关系 作为医生的我也不能坐视不管 得到了她的位置后 我一边拨打着她的手机号 一边盯着定位 手机上的红点随时移动 直到落在郊外的一个地方 等到我赶到那里时 才发觉不对劲 这里是曾废弃的医院 如果说冯家远抽血 那么很可能用的就是这些医院的荒废的设施 这极有可能造成人命 进去之前 我事先留了退路 发了信息给同事 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这一切很不寻常 十一一打开嘎吱嘎吱的门 扑面而来的就是糜烂的恶抽味道 墙上都是曾经被烧伤的病人 写下的不甘心的字样 这家医院曾发生过大火 还引来过无数探险主播来这里做直播 根据定位 我来到了原始复刻的三楼 几个房间内还能看见被烧毁的仪器 镜头有一束光 我赶过去 站在门口 想要观察一下 没想到 这一看 让我震惊了 里面居然不止一人 那些女生的身上全部布满了管子 错综复杂的管子之下 居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铁桶 他们似乎是看见了我 都想挣扎着起身 想要我就他们一命 但我还是先过去看看 在那的铁桶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 还没走近 我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我恍然大悟 这是满满一桶的血液 而最粗的管子竟然连接着柳如烟 他竟然真的被抽血 脸色苍白 嘴唇青紫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朝着我微弱的眨眼睛 我贴近他才能听见他说的话 老公 快跑 冯家远就是想要报复社会 他在传播疾病 我想要救他 结果却被一棍子击倒在地 再次醒来时 我躺在了肮脏不堪的病床上 旁边就是柳如烟 冯家远穿着一身白大褂 研究着注射器 笑着对我说 李正安 你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吧 其实我早就想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凭什么你过得顺风顺水 凭什么你能上一课大 我不懈地反驳道 别人可能不知道你 但你的高中成绩是怎么一回事 你自己不清楚吗 每次考试都是作弊 连续几年的年纪第一 你拿得不心慌吗 还说自己应该上一课大 不能作弊的你就像一个小丑 说完这些 我顿时觉得一身轻松 曾经知道真相的我 为了守护柳如烟的真心 选择隐瞒这一切 却没想到给社会造成了不可磨灭的灾难 如果我知道现在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时我就应该早点揭穿他的真面目 柳如烟也听到了我们的讲话 用尽全身力气质问道 冯家远 李正安说的是不是真的 十二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在冯家远眼里都是一场闹剧 他可以让柳如烟为他做任何事 也可以利用我去挡刀 我们两人都成为了他的挡箭牌 他自认为从无败计 却没想到败在了高考上 拉不下面子的他喊道 对 没错 我就是抄的第一 那又怎么样 我害了谁吗 我又没做错 凭什么要我自己是这样的后果 你们俩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我不甘心 我笑了一声 反驳说 你觉得你自己没做错吗 你知不知道你每次抄的第一 会害了多少学生的梦想 像你这样的人就该被社会抛弃 而柳如烟知道这一切后 竟哭了起来 小声的道歉 我真是被你迷惑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病都可以治 那些女生都是信任你 才选择了你 结果呢 你却让他们染上这些病 冯家远到了气头上 索性将针管一扔 走到那些女生面前 恶狠狠地说 就因为是你们女人欺骗了我 她骂我无知 骂我没教养 我不就是谈了的恋爱吗 就一次 怎么就得上了这种病 最后的一句 冯家远不像是在质问我们 更像是在质问自己 难道真的是恶有恶报吗 趁着她背过身的间隙 我察觉到她的神经处于崩溃边缘 于是悄悄在手机里发送了定位 事到如今 只有救援及时赶到才可以救我们 柳如烟也发现了这一切 微微地朝我一笑 也是这一笑 让冯家远察觉到不对劲 她死死按住柳如烟的脖子 怒问 你在笑什么 是不是在嘲笑我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现在的我们不是同一类人吗 紧接着她拽过树叶馆 来回滚动着滑轮 我一眼就察觉出来 她是想要流速更快 这样柳如烟就会因失序而亡 情急之下 我摆脱了身上的束缚 抡起拳头朝着冯家远脸上揍了过去 结果 冯家远一个转身 把我推倒在地 头狠狠撞到了一气 瞬间 我的脸上流满了血液 十三 此时的冯家远见我没有动作 又狠狠踢了我一脚 怒道 刚好 有了伤口就不需要我动手了 等这些血液溶进了你的身体 你就和我一样了 她猙獰的在笑 像是在宣告自己的胜利 冯家远慢慢地扯出输液管 对着我手臂上的伤口 就要狠狠地插进去 即将要接触时 我拼尽全力起了身 反过来把她推翻在地 从床下拿出木棍 一棍子打翻了装满血液的铁筒 冯家远气急败坏 冲上来就要按住我的头 往地上摩擦 她依旧是想要让我染上疾病 粘腻的血液流满了整个地面 冯家远一个不小心栽倒在地上 我知道 时机来了 趁她不注意 我用束缚带将她的手腕捆在床腿 反应过来的冯家远 拼命挣脱着 而此时的我一个一个 解开那些女生身上的束缚带 最后解到了柳如烟 然而 虚弱的她根本没办法起身 就在这时 冯家远挣脱了束缚 竟然朝着我们的方向冲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匕首 她现在不仅是想要让我得病 更是想要让我们死 一时间 我没来得及反应 而柳如烟一个转身 将背部朝向了冯家远 匕首狠狠刺入了她的后背 柳如烟直到这时 缓缓开口 老公 我欠了你的 现在算是还清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下辈子再还吧 她倒下的一瞬间 冯家远又举起匕首 大喊道 都给我去死 你们才是罪人 正当我被感觉忘时 房间外面传来了警笛声 冯家远身体一抖 匕首掉在了地上 我反应过来 一脚踢开了匕首 站起身变腻地说 真正的罪人是你 现在惩罚来了 束手就擒吧 十四 警察冲上来的一瞬间 冯家远绝望地大喊着 命运的不公 她总觉得自己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她的人生 会是这样的结果 在被抓得一刹那 她回过头 一言不发 而我和柳如烟 还有其他女生 都被送往了医院 所有人都查过了传染病 第一时间吃了阻断药 只有柳如烟 没办法进行阻断 因为她早就患上了性病 就在那一晚 她兴高采烈地 把自己送出去 结果却惹上了一身的疾病 调整过后的我 来到病房探望她 从窗口看见憔悴的模样 完全没了 从前亮丽的笑容 如今变得成为了我不熟悉的人 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柳如烟朝着我的方向看了过来 然而我第一时间别过了头 现在的我并不想给予她希望 毕竟从那天开始 我就已经下了决心 要与她一刀两断 如今也只是作为医生 来探望患者 没过多久 冯家园的事件 也终于水落石出 其实她一开始 并没有想要报复 但一次恋爱 让她染上了性病 不仅如此 对方还嘲笑她无能 这让本就自卑的冯家园 更加无地自容 她觉得一切都是我的原因 如果不是我 她很有可能就考上了大学 走上一条正路 而现在只能天天吃药 还被人歧视 所以 她将这些都怪罪于我 想要报复我 柳如烟就是她最好的人选 做这一切也是对社会的死心 想要报复社会 了解真相的柳如烟也是后悔自己曾经的选择 趁我刚下夜班 在大热天全副武装的她找到了我 郑安 我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 你如果不想看见我 不想和我接触 我可以每天都这样 我只想和你待在一起 我现在终于明白 谁才是对我好的人 看着她这副模样 我又想起曾经的自己 也是苦苦哀求 也是想要她的一句贴心话 如果放在两年前 一年前甚至一个月前 我可能就要动摇 如今 我只是觉得累了 柳如烟 爱你的这些年太累了 我鼓起勇气说 晚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要见从你做完手术 甚至将自己托付出去 还要怀上她的孩子 这一切都没办法挽回 我很早就说过 一旦出轨 必然离婚柳如烟渐渐低下了头 默默站在原地 看着我远去的背影 后来 我听说她在艾滋病日那天自杀了 死相很惨 面目猙獰 身上都是因疾病导致的伤口 就连尸体都没人敢碰 烧成骨灰都是单独放起来 唯一的遗诏也没有 她最后用自身宣传这类疾病的危害 而我也不再为感情束缚 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 成为真正的学医人 全文完 感谢观看